85岁的徐老先生走起路来剑步如飞 但两年前他就像大多数的年长者一样 饱受退化性膝关节之苦 别说是喜欢的爬山骑单车不能坐 就连日常的生活起居都出现大问题 直到接受手术后才摆脱膝关节退化的噩梦 根据统计台湾每十位70岁以上的长辈 就有七位有膝关节退化的问题 但传统的膝关节致患手术因为伤口大 开刀危险性高 需要长时间修养 许多长者为了不造成子女的负担 不愿就医甚至隐瞒病情自行服药 直到病情严重才寻求医师的协助 而过半数的长者常将退化性关节炎 和骨质疏双症混淆 认为补钙就能改善退化性关节炎 但吃下一堆钙才发现根本没有用 医师表示关节退化其实是自然现象 年纪到了自然都会有 需要透过饮食或运动的习惯来控制 也呼吁家属要关心家中长辈 膝盖若出现疼痛或无法行走的症状 应该及早治疗 让家中长辈能有强健的膝盖 享受晚年的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